台湾经济景气看来好转 9月PMI指数出炉 攀升1.5个百分点 到达56.5% 创下今年4月以来 攀升幅度最高 在制造业呢 还是能够维持扩张的情势 可是在非制造业方面 相对就比较保守 这个月的 不管是营运或订单 出口 进口 在制造业表现都相对的是不错的 加上德意志银行危机解除 台股三日止跌回升 开盘就收复9200大关 中场上涨67点 收盘来到9234.20点 不过成交量只有548.94亿 目前台湾虽然是步入复苏的这种趋势 可是呢 在力道上面是比较疲软 保益应该是可以达得到的 不过面对明年3月 英国启动脱欧程序 专家认为对台湾影响并不大 在这么样子的一段时间里面 我觉得都提供了 所有市场里面的player 有一个相当充足的时间 所以我对它的impact 对台湾会有什么样 大型的负面影响 我是不觉得它会 找来机器人入住校园 凭人气不怕不景气 只怕没创意 懂得颠覆传统实物 运用科技也能逆势 重破困境 东森台电视为刘雨昕 为了念综合报导 不但是真实的存在 也有可能是虚拟的随时出现在大家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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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